喜歡長頭髮又很怕如果喜歡的顏色需要漂的話 髮質會看起來不好 而且漂過頭髮很怕褪色以後看起來乾乾黃黃的 又很怕長出來之後很淺色的頭髮跟深色的頭髮 沒有辦法好好的銜接而產生明顯的布丁頭 你有同樣的擔憂或想克服以上的問題嗎 那就趕快點進來看看吧 Hi 我是Sandy 張3D 謝謝繼續收看這個頻道 一樣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記得先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及時接收新的影片訊息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就要運用三層染色的概念 來克服以上的這些問題 而且操作簡單快速 又可以染出各種好看的線條染 漸層染 或者是像類似的區塊染 市面上經常看到的各種染色的效果 都可以運用這種三層染色的概念做出來 我們在染冷色之前要瓢頭髮 在做底色的時候也有很多種操作方式 一樣可以用三層染色的概念來操作 而且我們在操作底色的時候 如果瓢到7度反正一樣要等時間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上色跟去色同時進行呢 在染頭髮的時候 除了我們好看的配色以外 還可以配置一些比較深的顏色 那深的顏色呢在染頭髮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容易被改變 所以呢我們在去色的時候 同時把深的顏色也配置進去 那這樣在第二次操作的時候 就會更好看 而且容易有線條感 所以我們可以同時在去色的時候 就把最深跟最淺的底色同時做好 如果它的底色是中間色的話 還可以保留中間色 這樣子的話 就會創造多重的不一樣的底色 而且在上色的時候 因為有多重的底色 所以顏色更容易產生一些漸層跟 相近色的變化 還有以後退色的時候 就算它顏色都退光了 也還是會有最深最淺跟中間色的顏色 所以可以同時解決布丁筒 而且也會同時解決 看起來頭髮乾黃的問題哦 它的底色其實我們已經還是做好的 所以在下次上色的時候 也是很好運用的底色哦 是不是一舉多得呢 今天我們漂亮又有個性的美麗小姐呢 她就是喜歡偏藍的冷色調 可是呢 又很怕漂過頭髮退色以後 會不會看起來乾乾黃黃的 而且因為長頭髮嘛 也不想要染髮的走起太短 所以也不喜歡長出來有布丁頭 然後想要有點個性 但是要有點柔和 也不要太過強烈太硬 喜歡在綁頭髮的時候 有一些不同的線條感 於是在配色的時候呢 就建議藍色搭配一點紫色 這樣整體感覺會比較柔和 而且也建議搭配一些比較深的線條進去 因為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在長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更新的頭髮做銜接 比較不會產生布丁頭 第二個 因為深色的頭髮退色也比較慢 所以當它退淺以後 還有一些深色的底在 這樣頭髮髮質看起來就會比較好 不會全部變得很乾滑 不會全部變得太淺 大家都知道嘛 深色的底色在染頭髮的時候 它是其實是比較不容易被改變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同時把最深 跟最淺的顏色操作出來 這樣在第二次操作的時候 步驟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只要調兩碗的染膏 然後就可以在多重的底色下 做出更多間層的線條感 現在就要開始來操作囉 今天這位漂亮的小姐的頭髮 又長又多 但是她想要保持長頭髮 所以那個長度不要變太多 所以我們先來稍微調整一下 它的髮量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長頭髮太厚重 裡面又沒有空間感的時候 就很容易打結 而且不容易波動 就是在波動很不輕盈 所以我們先調整一些空間 讓它頭髮變得比較鬆 但長度不要變太多 你看剪了一粒的頭髮 但它長度沒有什麼變喔 可見她頭髮有多少 接下來就開始做底色的分區囉 因為原本的頭髮底色 就是在6度左右 可以保留下來做很好的運用 所以這時候就先把底下的這區夾起來 保留不飄 步驟二在頂部區的時候 分三層做不規則的分區 分區的位置的依據 就是依照顧客的條件 還有我們跟顧客溝通 它的設計需求來做分區的 當然是會像頭髮垂落下來 因為頭髮是體積嘛 所以它垂落下來的時候 會有表面裡面 然後放下來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交錯 以這樣子的概念 去做線條的分區 步驟三 用不同長短或顏色的夾子 做分區的記號 這樣子我們在操作 或跟同事一起操作的時候 就不會亂掉 步驟四 大家現在看到 用PIN 小PIN夾的這個地方 就是要上漂粉的位置 然後用比較長夾夾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上深色的位置 我們在上色去色同時操作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 漂粉跟染膏放置的時間 哪一個先放 跟哪一個後放 或多久的時間的時候才放 那這些都跟我們要漂到幾度有關 這次因為原本的頭髮底色就在6度左右 所以它漂到7到8度 其實不需要花非常長的時間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依照上色方便的順序來做上色 塗放漂粉的時候有一個一定要注意到的 就是因為漂粉的膨脹比較快 所以在上漂粉的時候 那個鋸子拉的線條要更大更寬 這樣沖完水之後 它才會是自然的線條 很像頭髮順長出來 不會有漂粉沾到 有一些橫線或塊狀的感覺 大家看現在的底色是不是很自然呢 因為它有深色的 所以旁邊的底色我們要漂淺的地方 就算沒有漂到很淺 因為旁邊是深色 它相對之下就會襯得更淺 而且我們有深色在頭髮裡面 它長出來之後就會自然做銜接 那之後褪色的時候 因為還有深色的襯底 所以頭髮看起來也不會太過乾黃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 如果我們是染自然的咖啡色 是不是很像已經染好的顏色 所以有時候常常底色做好以後 客人看到就覺得很好看耶 那這時候就會趕快補一句說 你之後褪色也會像這樣子好看喔 所以不用太擔心它之後的褪色 撩起來的時候 綁的時候也會看到很多深淺 所以我撩起來給它看的時候 它也很開心 而且它會覺得 哇底色這樣子很豐富 而且退掉如果長得像這樣子 它就會覺得很放心 然後比較不會怕挑頭髮 等一下我們只需要調兩碗染膏 放在這三個底色下 它就會出現至少四五種以上的多重效果 它會有一些漸進的漸層感 或者一些相近色的顏色 接下來我們就要上色囉 因為現在底色已經非常豐富了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只要調一碗藍色一碗紫色 那它就會出現不同的漸層色光囉 同樣以三層染色的概念來做分區 那分區的時候深色其實不用太在意它 因為它等一下不管兩碗的哪一種顏色 它都不太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在分區的時候只要考慮到 我們藍色跟紫色想要它垂落下來配置的位置 來做分區的依據就可以了 我們在分區的時候中間這一層 其實是有橫跨到頭髮的表面跟裡面的區域 所以我們只要一區就可以染到各種的線條 因為我們頭髮再放下來膠疊的時候 它會因為厚薄的不同 或者你頭髮的重疊性的不一樣 而產生明顯的線條 或者是有一點點柔和的漸層感 那這個是三層單色一次就可以完成 不用分很多很多的細片 或很多很多的線條 用簡單的分區就可以完成 因為是運用它頭髮是體積垂落 會互相重疊的概念去做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完成囉 大家會看到它頭髮會有一些藍色的 那就是碰到我們漂到7度的底色 那會有看到一些墨綠色的 墨綠色就是我們保留它6度的底色會產生的顏色 在波動的時候還有一些偏深咖啡色的 然後那個就是我們之前一開始創造的深色的底色 在創造底色的時候上色的部分 那接下來在波的時候會看到一些紫色的色光 然後紫色跟藍色有一些些混色 還有紫色碰到居底跟7度底色的時候 又會產生不一樣的紫色的色光 所以它整個頭髮是很柔和 但因為整體是冷色 所以會有酷酷的柔和感 在綁起來的時候會有各種不同線條的表現 所以它也很喜歡 因為我們調的是藍色跟紫色 所以在某些地方還會看到灰色的表現喔 好我們就來做一個總結 今天呢我們就是運用三層染色的概念 因為它分層很簡單嘛 只是利用它頭髮垂落下來 會出現的各種不同的效果 來染出自然的線條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快速就染出這麼好看 多變化性的線條染呢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想要多做一些交流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加入我的IG跟粉絲頁的專頁 我在那裡會有更多的作品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